公子这个结构在底层逻辑上 是不会让你产生内力的 八九十年代就比太极拳 大家红军生先生否定了 红军生先生呢 在他的著作里写了 肩膀要微微的一高一低 额角都要一高一低 什么叫公子型结构 假如我两肩画一条线 两胯画一条线 那他在练无论是阳式太极拳 他的身体都是公子型 要么朝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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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子型始终没有变 陈世太极拳也是 身体两肩是平的 两胯是平的 两肩平两胯平 两肩平两胯平 大家看这些错误的示范 你想一想你平常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是这样去练太极拳的套路 或者练太极拳的基本功 无论是步法也好 还是练习其他的什么蝉丝 这种功法也好 你身体结构就是个公子 这个结构在底层逻辑上 是不会让你产生内力的 当我们进行单推手的过程中 你稍微和人一搭手 对方只要给你使一个前后劲 稍微使一点 然后停 这个时候你就会和对方顶 为什么 因为你的肩是平的 跨是平的 中轴是竖着 对方来的直劲肯定作用到你的竖轴上 同时也会作用到你的横轴上 你这个公子性 你很难去破坏对方的力量 因为对方的力量 要么就平行于你的肩膀 要么就垂直于你的中轴 对方再使点劲 你就站不稳 对不对 而且你像我们练行义 大家看我们之前行义的视频 大家会知道 人家发力人家不是直着发 稍微一垂 人家从底下用胳膊肘斜撬你 就发力 一下就把你发出去 对不对 你本身是公子性 那人家从底下斜撬你 这个公子性一下就歪了 对吧 所以你伴随着这种动作习惯 你去练太极的话 你出捧筋 出什么支撑力 那都是很玄幻的事情 这是前后劲 包括上下劲 对方给我们往下一压的时候 你会发现对方一时上下劲 这个力量立刻到我的肩膀 肩膀和你的胯是平行的 那对方稍微一时上下劲 你肩一将 这个劲到你的胯上 对方稍微一拉 你就整个人就被对方带动 然后一拳打脸上了 所以我们这个公子性 既受不了前后劲 也受不了上下劲 同时他受不了左右劲 当对方只要是顶住我 我的公子性旋转的时候 你一旋转你就站不稳 凭着站你试试 一旋转你就转不过去 对方不让你转你转不过去 然后你再使劲转 你自己就站不稳 我们讲支撑八面 你凭着站 你一转你自己站不稳 这叫支撑八面吗 对吧 包括阳式太极拳的 这些懒雀尾也是 你主要是凭着 你看对方横撑住 你想往那做这个懒雀尾 你转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你身体是公子性 你凭着转 你想转就相当于 对方直接推着这个棍子 你怎么转 对不对 来再推着肩膀 你怎么转 你一转你自己就受力 你说咱们大部分初学者 还一直这样练 而且以为是对的 他为什么以为这是对的 因为传说中有个老先生 叫排位先生 这个首先排位先生 有一种解释 说人家陈长兴先生 连人推的时候推不动 他推不动 他不是不动 他可能是像我让人从背后推 或者站在半岸球上一样 他在旋转 人的身体是个圆柱体 对方来的就是我一旋转 对方就偏向两侧站不稳了 所以人家排位先生 有可能是这个 很多人就以为排位先生 就是身体立身中正 完全的中正 两肩两胯是平 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子性 现在这些竞技套路 表演套路 又以这个为准 认为这样美 但是这个动作 八九十年代 就比太极拳 打架红军生先生否定了 红军生先生 在他的著作里面 在十六页和三百一十六页 分别都写了 你在进行蝉丝 或者在练习套路的时候 肩膀要微微的一高一低 你只有一高一低 才能形成螺旋蝉丝 人家是直接跟着陈发科先生学的 包括在三百一十六页 人家甚至提到过 额角都要一高一低 眉毛都要一高一低 他为什么要一高一低 避免这种公子型结构呢 大家有没有想想 这个视频到这里呢 我们先大家一暂停 你想想你平常是不是这样练的 是不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